在山越越高水越越深的星海鎮巴里 谁能够拿到这一次CM STONE 台韩新春红包邀请赛的冠军呢 各位观众我是技能主播 绝编这个视频是微归邀请到的专业赛 萨贝张轩吉 萨贝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Rush 对那因为其实刚刚好在上个礼拜刚结束 我们包括电玩场还有IM的比赛 那因为刚刚好既有一个IM台北战的关系 包括PORT CM STONE的一个旗下的PORT 还有Revival都来到我们的台湾 对刚好运气非常不错 那我们这边就顺水推招来进行我们的一个表演赛 对对因为刚刚好 当然听说PORT跟Revival明天就要回韩国 他们不是要回韩国还回美国 他们应该是回韩国 对对对应该是要坐飞机离开台湾了 那这样子的话刚刚好因为CM STONE的人很热情 也邀请到了包括我们台湾的点阶选手San还有Haz 待会来直接跟PORT还有Revival来直接进行我们的一个交流赛 那么第一场比赛呢 江卫桂带来由Haz对象Revival的一个对决 也是一个顶尖的PVZ的对决 我们两边从四枪开始打 会打两场的BO3 那决赛呢冠冶 过来打一个BO5 对 然后这个好喜气洋洋的感觉啊 对对啊 第一次转播星骸用的这个 Bainer是这么 啊这感觉说明是不是应该包红包给我啊 应该是你要包给我吧 说明是长辈嘛 吃长我个五六十年 是的 這個角度也是蠻帥的耶 哇 這個角度 真的是 哇 這個手機感覺是 看起來有點大隻 這感覺是Note 6 是不是 這個是Revival Revival也蠻帥的 那其實Revival這位選手 他同時跟Paul是隊友 當然他的戰績沒有像Paul這麼揮煌 不過還是一位不錯的蟲族選手 那今年呢 23歲 23歲其實理論上以星海折馬拳來說應該算壯年 算壯年 理論上應該算是巔峰時期啦 差不多啦 23歲差不多是一個巔峰時期 那Revival生涯拿過最好的一個戰績 是在2013年的 一個IEM上海戰的一個冠軍 2013算一下 差幾算 大概一年多錢 我看一下是2013的7月 一年半錢 他還有一些小比賽的23米我沒有列出來 不過他以目前今年 2015年的WCS rank 全球排名還不錯 大概38名 但是這裡可以去還有20名的差距 那38名 那這邊給大家一個參考 37名是SEN 剛好卡在後面一點點 後面一點點 這位比較38的選手 還不錯啦至少是前50 就前50有希望 因為畢竟才年初啦 實力都相當不錯啦 哇進了比賽這個還是好幾期 哇還是好幾期 欸順便你這個新年快樂啊 是不是給個紅包呢 我個人比較好奇他們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鏡頭啊 拍起來好瘦啊 好想買一個回家放 順便不是最近本人就很瘦了 唉 別說了 是的 我都這樣講了 是不是該給 兩年嗎 沒問題給你紅包袋 給我紅包袋 那裡面總是要裝一些你知道的 沒問題零錢 零錢 那就來個9999 我不建議都是零錢 黃金這樣子 好啦我們來報一下點位的部分 這邊在7點鐘方向 紅色神奏選手 我們來自由於閃電的HATS 那對手呢是 哇啊 這組比較開玩笑了吧 這個是10滴啊 真的欸 欸真的選擇10滴啊 這不要一直在第一回合就下馬威 啊說好的喜氣洋洋啊 對啊喜氣洋洋 馬上送狗去你家 開村來6條狗 對開村 紅包掏出來6隻狗 打開裡面6條狗衝出來 這邊神族會不會BG開 我們看一下神村這裡 是的水星塔 已經在外面了 所以不是必要 不過因為他一般他很喜歡光炮 嗯 所以他的 野鏈場放他去之後公民出去 那還來得及 還來得及 回家立刻做賭口 所以這個開局是不虧的 這個口還算好賭啦 對這個口還算好賭 這個Revival應該是沒有針對他 因為 確實HATS這位選手非常非常喜歡光炮 嗯 那野鏈場開啟是 順便 對 一定會野鏈場開啟 我的一個風格 對那這樣的話 開局可能 Revival這個很難打到什麼東西喔 這邊可以看到 這邊不但是連左邊的一個側邊都是喜氣洋洋 連上面選手的名條也是喜氣洋洋 對也是喜洋洋 好紅啊 對喜洋洋 的確我們也是快要過年了 那 大家都很期待過年的一個連假 看一下沒東西 嗯 沒道理啊 沒道理啊看到狗尷尬 唉唷 唉唷 對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哇趕快發 剛好弓兵在門口 反應蠻快的 那這樣的話就守住了 等一下讀起來的話 其實重組 這邊重組其實 沒有機會 對重組的這個惡況反而還晚了 Revival開局已經虧了 不過同時 因為使用的地圖是迷途長征 這是一個新的賽季的一個天梯圖 我們可以同時來看一下 是不是在這張圖的理解 重組 的確是利用一個 這張圖要算它小嗎 其實好像也還 其實這張地圖很像 我個人覺得這張地圖很像 點位的設計比較像秘靈4D 嗯 二礦三礦的位置也很偏 也很像就是平行線 不過後面還有一個孔 對那你三礦可以選擇開右邊 那其實只是看 端看選手個人選擇 那 的確因為後面還有一條狗 那Revival前期有 那一條狗請問 會不會去咬一下那個石頭 沒有 先出去外面尋 這個其實是 其實直接雖然說10D 但是其實10D也是保證對方的 如果走一個光炮 他可以守住 或是他根本沒辦法放光炮 一看到狗就放棄 連光炮都不放 對這個開局已經是 真的是有點 有點尷尬了 對Revival來說 這開局有點尷尬 對 還是有點開心 那這樣子的話 好 這個包從大家看 這再次強調 我們今天呢 這個CMS中台 還是出紅包邀請賽的部分 會邀請四位選手 來打一個單敗淘汰 那冠軍的話 聽說是有5000塊台幣的紅包 亞軍3000 然後祭墊都是1000塊 沒有祭墊 我們不會打祭墊 就是 三四名並列 對 對 他基本上是哪個 就沾沾洗氣 我看到工兵爆炸 公兵 公兵只要在門口爆炸 哇 在自己家門口爆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蟲竹的一個山礦 已經是開下來了 對 這個開局 因為把對方工兵趕走 而且因為 呃 這邊是封門啦 所以他不可能有工兵出去的啦 嗯 對 所以他工兵跟我們出去的情況底下 現在這邊有點尷尬 那這樣的話 我們來看家裡面放在 然後飛機場 不過這飛機場就放在上面 所以其實王蟲完全是看在眼底 他這個位置其實很像二次毒口的感覺 就是 他封兩層 如果你要從右邊炸也炸不進來 這個是放給蟲竹看嗎 還是說想說神損金塔 這應該是放給他看 而且主要也是經濟沒有來這麼好 所以給你看到也沒關係 還沒看到 可是應該都知道啦 應該有看到 那個地方一定會有隻王蟲的 對 神族沒看到那裡有王蟲 但是應該猜到那裡有王蟲 對 會不會是個假星際之門 真憋冰一波呢 但是這個片也是蠻花錢的 應該沒有用 對 對 有點虧就騙錢 我這邊來看一下 Revival這邊整個營運還是相當的不錯 但是前期確實是稍微小虧一些 好這邊開始出鳳凰了 那這個鳳凰其實可以有效的把 Revival外面的這些王蟲都趕掉 對 整個時間已經 對Revival來說 整個天才往後挪波 我們來看一下鳳凰 鳳凰能不能加減鑽一點什麼 這看起來應該是會穩開三礦的樣子 開始生一攻 接著這道場來放 啥意思 看到這邊的王蟲開始做哈 神經 這王蟲死了會卡一口 不過應該還好 應該立刻補了 對趕快補 在被打的時候就補了 再補一個 然後把弓兵刷起來就好 這裡不是蟲族的宿命 常常外面王蟲被點啊趕快再補 對 反正這就是蟲生吧 喔蟲生是不是 對蟲族的人生 哇蟲生 我以為是這個蟲生 是 是不是很有文學造詠的感覺 蠻冷的感覺 讓我不禁 懂了一下 不禁寒流來襲 這真的是蠻冷的 哇這邊下了四個孢子塔 的確三礦下 像是 我記得說沒提到 三礦下到四五個都不會過 對 這一個二本的時間點 說有多晚就有多晚 我們看這個時間點 他已經先升了提速 又升了狗的一攻 才升級二本 然後放開追風派牌 因為他也知道開局是虧的 所以他就是認賠喔 他等於每個礦區先把追風派牌 就是先下好 然後 等一下 很實在那邊補到六兵 哇要來了 哇他要直接刷兵 他要直接刷臉上 哇 這是個保齡球的建築學 對 哇這裡才最後一層 哇 那我們這邊直接來要8BG 要直接刷組礦 這是要 這是要人進封門 直接A一波了喔 哇這個也是 讓你假裝 讓你以為我要開礦 其實 其實 要打你一波 對其實 這個是要打一波 那我們要看人進往外飛 人進出去 不要再往右走 這往右走要看到王蟲了 好 我們上走了 這個人進出去的位置 不過上面有狗 站一個亮望台 會不會被看到 他要去抓 他要去抓 在邊邊 在邊邊 抓掉了 哇這個 最後一刻沒看到 對這不會讓你看到的 這一定是算好的 嗯 來直接來 這個要刷臉上 不是封門喔 這是要刷臉上A死你啊 哇現在這個timing9分半 那蟲組戰一個10D開局 經濟蠱蠻虧的情況下 有沒有機會從最多 哦爆大量的 一化蟲 但是他好像沒有招到反擊場 沒有 而且這個狗 這個狂戰士帶一攻的情況下 其實狗對於狂戰士的一個威脅是很小的啊 對 這邊後面 狂安士 哎呦不要送喔 但是狂戰士這個站的位置沒有很好 對 因為對手一攻的情況底下 其實狂安士還是要特別小心一點 因為對手的一化蟲是一攻的 呃 一攻快要好快要 還沒好還沒好還沒好 還沒好那還可以 好那這邊狂安士本身的一個攻的 狂安士的站位沒有到很好 他沒有拉到瓦斯處理想的一個站 對他沒有站好的情況底下 在這邊我們看 哇刷 刷狗刷的是勤奮的 喔喔喔 還好從來有街上 所以這邊還有30條狂在路上 還有這邊 包子被點掉的情況下 包子被點掉的情況下 對就是少了一個包子 很餓 沒有沒有 還有一個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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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刷 再刷 我們來看這邊一化蟲持續出來 有沒有機會擋住後面再來 哇 狂安士再刷 很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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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第一波的那個站位沒有到很好 第一波站位如果很好 然後有接到第二波狂戰士 很可能其實現在局面會 對海神來說會很好 他刷哨兵啦 你這個後面的狗上來不想活了 刷哨兵 可是這口有點大 這口是不是要三四個 三個立場 兩個立場 這個有點尷尬 我們來看這邊 哨兵過來 要秀 要秀操作嗎 你剛傳出來就只有一個立場 對只有一個 好立場再放 再隔 狂安士再刷 好像可以喔 欸欸欸欸欸 一攻又有個洞 哇這邊 鵲兵 趕快封起來 好 鵲兵 其實是要秀一下 他的立場 對要不要擠進去呢 鵲兵擠進去 整個立場的一個 施發會好非常非常多 這邊雙方從剛剛到現在都停龍 不斷的在暴兵 不斷的暴狗 對 這邊 這邊 他三塊的農民有沒有死 哇 特別小心百生獸出來 就尷尬了 因為這邊再生百生獸的一個 三本正在體 百生獸的一個 延長他的生命 就算三本掉了 百生獸出來二礦熟住 對於黑石來說 整個的科技落差 會讓他後續還是很難殺喔 這邊三礦雖然可以點掉 但是在面對待會的百生獸 沒有三隻百生獸 四隻百生獸正在入獸 五隻百生獸 那這樣要打正面 要趕快A 看到百生獸要趕快A了 哇 這個我們新村狂猸 第一場比賽 就要打一個這種 圍爐的概念 哇 這個哨兵有沒有這麼多啊 大概16隻 這個哨兵太扯了吧 16隻 百生獸出來了沒 封門 最怕的是 百生獸出來 就要死了 沒有隔出來 哇 這個反應很快 被抓 被那個拔蘿蔔 又來了又來了 來不來得及 趕快下去 下不下得去 啊來不及 直接打死 不對 這也是Revive打的最終 好了恭喜黑實是漂亮的拿下第一場比賽的獲勝 我們這邊可以呃 請蘇貝幫我們簡單分析一下 因為一開始其實Revive走了一個十滴狗磁開 其實感覺經濟有點不太好 沒有其實Revive在虧的情況底下就想說選擇 呃 很虧他就想說好那沒關係我們就拖大後期 所以他選擇了百生獸要完全追溝 對 但是黑這邊打了一個完全讓他出乎意料的假三開真一波 是 對結果真一波頂到他臉上的時候連張的反場都沒有 那一波真的很難守 因為 因為一攻的一化蟲遇到一攻的狂安斯 這真的很尷尬 因為狂安斯兩下就一隻 對 那一化蟲的輸出基本上沒有辦法達到他想要的一個輸出 對那你又沒有其他的兵種做一個搭配的情況底下 我們看到這邊狂安斯一路就一路挺進 再加上刷出了哨兵 那哨兵真的有夠多啊 不過黑石的立場實況確實相當不錯 對帶了少量的哨兵 配合狂戰士讓一化蟲沒有辦法有效輸出之後 直接帶走對手 對所以可以看到其實包括了 從族一開始經濟不好也有受到影響 同一時間其實黑石在隱藏自己的戰術 包括在經過獵望塔之前也還甚至把獵望塔的狗直接抬起來解決掉 去封鎖對方的一個視野的情況下 其實黑石這個細節還是做得不錯 對那我覺得Revival在這一塊上面 我覺得是他對黑石不夠理解 對如果他知道黑石是傳說的光炮哥 那其實真的那個實機是沒什麼用的 對所以其實 真的是剛剛順便講的光炮哥 所以身為光炮哥也練場BF開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他就是超喜歡光炮嘛 那你到你家大不了你沒有裸霜 你裸霜我就光炮弄死你 那你沒有裸霜 那大不了就是我們大不了晚開嘛 所以這邊看一下 因為Revival畢竟還是韓子的這個重組選手 所以這邊在知道對方的一個style 的一個風格之下 因為其實上一場就像說明所說的 開局是Revival這邊有點很虧了 對開局有點很虧了 所以才導致後面的戰術 對在戰術博弈上面其實有點虧 不然其實說真的 如果黑石剛剛不打那個戰術 再拖個 或是那個戰術再晚個30秒 五個50秒 這個白生蟲一旦出來 可能局勢又很難講 對你就會很難打了 那一波的時間點其實掌握得相當不錯 好的那馬上來進行這個第二場比賽 順利地圖是卡塔蕾娜 來介紹一下點外章 在畫面中5點中方向的紅色重組選手 來自游一閃電郎的Hass 目前是Ghibeling領先 他的對手是在畫面中1點中方向 1點中方向的藍色重組選手 來自CM STONE的Revival 對那這是一個重神的一個對局 那對黑石現在已經不小心就聽牌了 是的我們要打BO3 那中間有一個七角蟑螂 跟我們的 七角章魚 啊七角 蟑螂七角 啊對不起 七角章魚 我心裡想到重組可能會打 啊蟑螂Rush 啊對 是不是搞人啊 沒有沒有沒有 這出來尋一下 七角章魚 六眼飛魚 七角章魚 我知道 有這個哏還蠻好笑的 要不要再說一次 到底什麼是六眼飛魚啊 六眼飛魚是我們一個世界名曲 啊是 叫六眼飛魚 我沒有聽過 跟我們的這個七角章魚是很有關係的 是可以 這是什麼歌啊 就是 勇氣 歌名叫六眼飛魚 那跟勇氣有點像 真的嗎 你這樣看 愛真的需要勇氣 來面對 好冷喔 我表現好冷 你先這樣嗎 哎唷我好期待喔 來面對流言飛魚 外面還在抗議了 欸我講這個哏 從頭到尾只有你笑 我覺得很好笑 而且你還逼我講第二次 我很尷尬 我覺得很好笑啊 我很尷尬 呵呵呵 他聊天室一片罵聲 都你害的 不會啊我跟你講 這個很有趣 有些民眾你不能這樣子嘛 我又不是整天掛在舊殼板上 不是不是你那個年代的 也是啦 你那個年代的笑話 應該是文言文啦 偶爾聽到這種現代的笑話 應該是有點震驚 你在講親民善河圖裡面的那個時候 對對對 你不覺得他 好沒事 沒有沒有沒有 哇這邊 這邊直接用一個水晶塔 來二礦做毒口 這邊Revive被迫拉了農民 不過看一看覺得 好像沒有放光報 拉回去繼續踩 看起來沒有放光報 其實好像要放光報 有沒有放光報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對方先放了孵化石 對 那算了 原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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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子的話 再來放二礦喔 也練場開放二礦 這場 其實經濟不錯 不過重組待會兒 的確有 這邊重組先放三礦位置 然後待會兒二礦吧 再回去看 對 這個其實沒辦法有了三 會不會下 會不會下 我覺得他會下 他要下了 他下了很虧喔 下了沒到沒有沒有沒有 算了 對因為對方應該會出一話從巡 對方會是棒槌 而且王蟲你在這邊飛了 出兩隻還是四隻 四隻 四隻 先兩隻再兩隻 先兩隻再兩隻 喔看他在咬 是想去想 還是要躲在外面來做直升場 如果有的蟲族不信息 他在出兩隻狗的齁 那個神族可以過去再補一個比例 那個咬 咬很久 咬超久 對超級久 我覺得剛剛裡面 我覺得我應該意識到黑石是什麼風格的神族 對 不要 不要 不要鐵齒 不要跟他賭 沒錯 不要鐵齒磨成繡花針 對這樣就跟雙飛一樣了 太好 我是鐵齒 你是繡花針 鐵齒 鐵齒是我的 好 你鐵齒哥 聽說最近單身用不到 哼 哼 哼 這順便幫忙 有有啦 我們明年要 我們是字幕哥齁 我們明年的陽年 那你知道其實 碩貝身為一個萬人景仰的賽品 一個人過年 是比較寂寞比較冷的 對 其實碩貝今天也是賺蠻多錢 想要包些紅包 是 有這樣子 各位我們男女不拘 有任何 可以歡迎打畫面中的這個電話齁 沒有電話 那可以歡迎去粉絲頁留言 可以 有身高限制嗎 還有三維的限制嗎 沒有沒有 是不是要求E以上 或是F以上 我又不是九面 九面條件這麼好 才有這種需求 我這個 我像是 我覺得順贏就好 要孝順 孝順 對要孝順 第一次 善良 我很少聽到 孝順善良感覺是雷 對 就跟國小 國小那個什麼 國小不是會打那什麼 治癒成績 然後不是會 導師都會寫一句評語 那通常評語都會寫得很好 什麼聰明啊 善解仁義啊 活潑大方 真想不到 在閒道標上面寫一句 刺激健全 感覺就是雷 寫一個很善良 好雷 這邊也有了一個星際之門 在中間 這個位置有點帶走 不過這樣子 確實可以很快到對方家 嗯 這個位置是 而且感覺神族 不太可能尋得到這個 因為 又沒有瞭望台的情況下 對 那個位置有點遠喔 嗯 而Reviel真的感覺很小心 我們看四周圍繞 但是沒瞭到 既然下在這邊 限制要來了 感覺第一波可能會死個七八糟 有沒有 七分鐘準時下 對方炮台 有沒有 沒有 我們看一下機率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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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時下蟑螂繁殖場 對準時升二本 就是沒有準時下對方炮台 偷一下嘛 人家偷一下可以的 哎呀他這個 他要要要要要要中招啦 哇 這個會不會錯失紅包啊 喔來了 這一波死個六七糟 其實從左還可以打 但是就看下一波 會不會黑石又壓 不過他黑石這邊 沒有沒有多兵營啊 喔又來了又來了 看一下黑石後面打 我們看直接丟帽子 下了之後 五隻 六隻 還在點 七隻八隻 七隻有點多 八隻 九隻 五 九隻 九隻 哇這個最後還跑掉 嗯 這樣子的話 哇來了來了 六兵營 七兵營在路上了 他又去場了又來 哇 不會又給他中吧 那這個 Revo Revo 我們聽說 台灣的神豬選手 都是打正面的 喔被發現完了 那這個有點難 這個有點難 前置水晶被發現 沒有野練場 這次不是走VR線 啊 沒有這個 這個 冷靜 沒有冷靜喔 對那這邊走的是虛空 配的是七兵營 又是A波 但是沒有水晶塔 水晶塔只有一個在中間 而且其實Revo開始在補蟑螂了 這邊上一場比賽 打過去的時候是沒有蟑螂 又抓到一隻公兵 是不是又抓 右邊 又抓到一隻公兵 哇這個空圖不錯喔 真的這樣有點難打 因為你七兵營刷在中間這個位置 你要往前打有點難喔 有點遠啦 以空軍來說OK 但以地面部隊來說 還是腿短 對你要排 我記得要講 以虛空過去都有點遠喔 開三框了 開三框了 那這三框是真的還假的 這三框不知道是不是開給他看的 開到七兵 你再開三框 是不是有點虧了 對所以你真的是 鼻子摸了摸 硬開三框 還是假開三框 對方現在一上來 好 這三框還在喔 我覺得這是假的 因為家裡面是挺公兵的 家裡面是挺公兵 我們一攻好了 取消 喔來了 取消了 取消了 在左邊做一個 部隊的集結 這個位置有點遠 這個位置有點遠 第一時間去打三框 先刷哨位 好這邊一成隻水晶 即將要完成 沒有發現 從他沒有撲過來 這會不會打到一個換家 喔沒有從這家回來了 回來了回來了 有發現 喔有發現有發現 有發現 喔喔喔喔 發現了 原來我的意思很好啊 直接硬點水晶嗎 沒有他沒有硬點水晶 不想冒險 呃立場有點多 所以的確剛剛冒險的話 有可能會被隔兵 對 來 這個部隊有點難打喔 這對於HES來講 這部隊並不好打 好 這邊重組有提速 但重組有沒有一攻 重組好像沒有一攻 對重組應該還沒有提攻 神組大概一攻 對重組沒有一攻 只有蟑螂提速跟 狗的提速 但是這邊你可以看到 HES也在判斷自己的部隊 覺得正面的蟑螂數 這麼多的警察 並不敢硬上 對不敢硬上 因為這個配兵組成很怕 那這邊要不要出點後蟲呢 這邊最好的防守就是出後蟲 這邊對手走 喔有 後蟲都拉過來了 好拉了 甚至後蟲過來 隨時幫蟑螂 甚至是三塊來用浮潛 對來OP留意一下建造界面 看看有沒有 你就選擇轉兵 這還蠻重要的 來來留意一下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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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空 唉呀這個虛空會不會被點掉呢 對 虛空 這邊唉呀我 哇這個不能 這個不能硬上 不要衝啊 不要衝啊 衝動啊 衝動是魔鬼 喔衝動是魔鬼 對衝動是魔鬼 我以為是細節才是魔鬼 對 魔鬼藏在細節中 但是 但是魔鬼是衝動 所以衝動藏在細節中 對所以衝動藏在細節中 衝動藏在細節中 哇你很聰明 這個邏輯是正確的 是衝動藏在細節中 好 這邊 麻煩開個建造序列謝謝 看有沒有轉兵 然後他有轉不朽 一邊轉不朽 一邊要蹲地來做防守 但是不朽真 我不知道會不會緩不濟幾 還是說他要 他就是正面先把兵力都保存下來 真的要搭配雙不朽或三不朽 對要帶著不朽來打 但是 喔呦開始藍兵 喔呦這個你選擇 Revival很聰明 非常聰明 要選擇換家嗎 這個是有經驗的同屬選手 對因為對手在那邊拖齁 你要逼對手上來的 喔喔這個盾地漂亮 阿呦這邊 不過先知開門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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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朽 哇進來了 一進來看到不朽 尷尬 好這邊正面打起來 這邊HES來不來幾扣 HES有沒有立場 加里B時間在刷兵 我們看這邊往後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雙方圍超 兩邊都是雙線齁 那這邊直接上去了 立場是不是來不及放 喔哎呀立場 喔來看部隊直接一上來recall 喔哎呀這個recall已經 這個recall的話其實就代表 神族第一波完全打不下來 那這樣的話 這個開局 指控拳就來到Revival這邊了 因為Revival的部隊就可以來去 Revival畢竟三況開啊 你現在看他又開心 把農民甚至穿到七十幾隻的一個情況下 他待會又先憋一個兩百人口 跟你換一波 然後再來轉一個二本三本的科技線 同一時間的蟑螂的一個盾地的研發 也在研發 第二隻的不朽在蓋 要不要轉蟑螂 三不朽過來 存蟑螂不朽還是很虛 對但是他蟑螂應該已經有了埋地 也有了一個埋地移動的情況 哇 趕快走 這個死差還可以接 但這人口多有點多喔 而且我覺得因為蟑螂待會帶 埋地移動的科技線的話 神族的傷況因為一直被燒著 對 很可能一直被亂 喔唷 哇唷 喔這個立場隔得很不錯 但是不朽有一直被卡在下面 對立場隔得很好 那這邊的話賺了不少的蟑螂 感覺起來正面有點難打囉 Rive這邊正面是不是要被 要被弄死了 要被誤死 哇 下了五個光炮是現在拿 的確啊因為不朽 他怕換家 他怕換家 家裡面五個光炮直接塞家裡 這邊重組真的是存蟑螂啊 存蟑螂 也來得來不及轉兵 他有蟑螂盾地 所以 呃但是OB出來了吧 OB這裡 有沒有哪隻OB在前線 欸他有觀察者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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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過來 只有一次觀察者不知道在哪裡 蹲低 要不要蹲低往後挪 哇 這邊 喔有有觀察者在這裡 喔有有有觀察者 正面的剛好衝得進去 但是 光炮有夠多 直接進去裡面 不理光炮 不理光炮 哇 這樣子的話可能 但以換家來說 這個 那波戰狼算是沒有到很多 但是真的也不好處理 對但在這個陣型來講 就會有點危險 嗯這邊甚至把VR自己打 喔打光炮 正面是不是打會戰了 欸我們來看一下 哇操作上好像出現一點失誤 我們看到這邊虛空爆了 虛空爆了 不過好像點不掉 正面打不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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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畢竟分兵了 原本148的人口去打 成佐正面就不好打了 又分了大概20人口的蟑螂過來 對那我們看這邊 大光炮 但是這邊換完之後 我們來看 現在這邊換家 這邊選擇把部隊換掉嗎 公民直接拉出來 你來我這邊 其實如果硬拖住這個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人口 這邊蟑螂沒有辦法保存下來 如果有保存下來 我覺得還有點機會 因為拖住時間 但是主況 就在對方家裡的蟑螂 喔換 換掉不朽 完了完了 這個如果不朽被換光 還有一隻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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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半條血 還有半條血 喔如果不朽被換光 就會很危險喔 因為這樣等下打正面 蟑螂可能會有點強 但是這邊可以看到 雙方的經濟都算是瘋盤了 那但是重組至少還有35農 那重組35農 扣完之後他的一個 戰鬥人口只剩下6蟑螂 對 5蟑螂 欸不朽是點掉了嗎 對不朽應該是點 欸不朽好像點掉 對不朽點掉 他用了所有的部隊 去換了對方的不朽 但是 RV加一 呃 HES加一般好像還可以 還有 還有東西 HES VR線還在 對 他可以在存錢 再憋出一到兩台不朽 欸其實這個正面部隊 雖然說是BG兵 但是因為有 少衛的數量還夠的情況下 搭配立場 我覺得還是有不錯的效果 可能要拉出所有工兵 來做防守 來我們來看這邊 工兵要上了 這邊RV的壓力也是蠻大的 對 後面來 後面來盾地走進來 立場給交流啊 對 這邊來我們來看站起來 站起來蟑螂 工兵的一個奮騎 哇 我覺得我會不會被子弱2 這邊壓力有點大 一個奮騎 哇 那在黑石晉級了我們今天的一個冠亞軍 他待會 待會黑石要會來跟我們的這個 聖海爾ポ特的一個勝者來做對決 那這邊來 還是請這個收編蟎分下三場比賽 因為其實 以帳面的科技來看 其實黑石的一個快攻 也不算快攻 黑石的一個雙框 別一波兵 雖然沒有打下來 但是是不是也是 不過他後來不朽者有轉出來 對後來轉不朽那個選擇 我覺得在那邊耗了太久了 因為我在那邊被耗了太久了 我覺得他的一個蟑螂 一開始想說要先死守 所以在那邊其實稍微被拖了一點點的時間 對才要去對方家裡面 那等到不朽出來其實 整個轉兵時間拖到了 整個轉兵時間其實拖到有點太多 對所以其實真的是 後來Revival因為其實兵零沉下 而且雙方不斷在做兵力互換的情況下 其實這邊你可以看到Revival也不敢來做任何的轉兵 對沒錯 所以反而是黑石有把兵轉出來 Revival只是從頭到尾 頂多就是多轉一個埋地移動 對他就多了一個 就盾地啊盾地移動的一個科技 而且他甚至攻防的部分也是落後 好的那這樣第一場的BO3 呃結束了之後呢 我們要先來做第一輪的抽獎